大家好,昨天工信部发了5G的牌照 中国正式开始进入了5G的时代 那么回忆过去的话 在1G的时代,中国是一片空白 那么在2G的时代,可以跟着西方走了 中国的手机大概也能看看图片了 也能看看电子书了 那么3G的时代,移动就开始搞它的TD了 虽然遭到了很多质疑和反对声音 但是中国移动还是坚持下去了 把它的TD,大额的投资,巨额的研发 那么一直到4G的时代 这个TD技术就比较成熟了 到5G时代 因为在TD时代,中国自己搞了一套 那么坚持了一套自己的标准 在5G时代就已经开始全面领先了 那么原计划 有关部门是要在下半年发放5G牌照的 目前是提前了半年了 一个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那么第二个就是中国国内的宣传 4G当时是静悄悄的 无论是媒体也就发几个新闻通稿 看的也很少 大家悄悄的从3G时代到了4G时代 我记得4G时代给我更多的新闻 就是忘了官流量 一晚上一套房没了 基本就是这种噱头的新闻 但是5G时代就不一样了 当然5G时代这个大宣传 一个是和川普有关了 川普是最大的宣传功臣了 那么也二一个 5G时代中国确实在技术标准上 还有市场战友上 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多的先机 走在了前列 就是也有吹的资本了 所以有川普的因素 也有国内觉得他值得吹 第三个还是贸易战了 就是国际的摩擦 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也同时 从经济周期来讲 10年一次 经济危机的周期一样 是要来的 它可以晚到 也可以早到 但它不会不到的 那么包括08年 尤其是美国经济危机之后 中国搞了个4万亿 基础设施大投资 那么今年也一样了 那么美国的经济周期到了 危机要到来 那中国怎么办呢 依旧是搞大规模的基建了 对吧 所以这个5G的时代 各地建设5G基站 这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基建 那么最后一点 就是拉华为中行一把 必须受到这么多的制裁 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华为虽然有备胎 应该说不是备胎 就是正胎 那么包括也有备货等等的因素 中行很快就贵了 但是不管怎么讲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要拉他们一把 那么最后一个还是舆论上的 韩国 包括瑞士都布局5G了 你包括海外的有些人 开始算中国了 但事实上 韩国和瑞士因为比较小 其实中国的5G早就布局了 在上海 或者是在北京了 这些发达的城市了 其实18年的年底就开始搞了 那么中国和他们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说要国家布局 那就是全面布局 因为国家比较大 那么早期试点的话 范围小 那么如果我们看试点的话 无论是覆盖人口 还是面积了 都不比韩国或者瑞士小了 只是中国大 那么中国说要布局的话 那就是全面的 中国要全面布局的话 这个规模的话 就是非常的大了 那么首先吧 这个中国移动说 要在今年建设3到5万个基站 投资172亿了 连同要建2万多个基站 投资60到80亿 电信也要建2万个基站 投资90个亿 然后就是中国铁塔集团了 那么和连同电信移动一样了 铁塔集团的基站的数量 要更多一些 譬如在4G时代 铁塔集团一共建设了 220万个基站在全国 那么在5G时代 铁塔要在全国布局多少基站 他没有说 他就简单说了一下 在北京已经建成了4400个 在雄安新居建设了170个 铁塔集团和山东江苏等等各个省 都在签订基站的协议 简单说一下 铁塔集团 像我们村用的是铁塔集团的 一个挺高的信号塔了 联通移动或者电信等等 这三大运营商 它的基站依旧是建立在 人口多的城市的密集区 像我们这些乡镇 人口少的就由铁塔集团建基站 那么铁塔集团建一个信号塔 一个很高 我们村的塔在那头 我们村的基站在那头 挺高的 大概有五六层楼那么高 多高我也说不清楚 那么他建设的基站 在这些偏远地区的基站 发射的信号 就是联通移动电信 所有这些运营商的基站 都在铁塔集团的塔上发 因为这些偏远地区 联通移动电信 没有办法单独建设基站 而且中国的5G基站的数量 几乎达到了全球的60% 也就是说你占有了中国的市场 你就拥有全世界 5G基站市场的绝大多数了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 那么华为和50多个国家 签了合同 获得了46个5G的商用合同 基站的发货量超过了10万个 那么中兴占有了全球基站数量的13% 排第4 爱立信排第2了 爱立信最大占有量在北美 也就是美国加拿大 占有68%了 中兴在北美几乎没有 华为6% 华为这6%也基本在加拿大 在美的也没有了 那么华为和中兴占有比例最大的是欧洲 还有这个非洲中东 总共是占有40% 这个也挺意外的 这个在欧洲 华为和中兴的占有率是比爱立信高的 虽然爱立信是一个北欧的国家 那么在亚洲 华为和中兴占有30% 因为亚洲 韩国和日本也有一些5G的公司 那么值得注意一点 就是和我们三大运营商 同时拿到5G牌照了 还有我们的广电 这个广电 大家知道了 对吧 就是管广播和电视的 那么这些年 广电又搞了一个三网合一 就是你这个数字电视 卫星电视和网络 三合一了 不是很成功 广电的网络 斯拉曼的 也不便宜 至少我们村子又装的 和连同一样 但是那个网速不敢跟我一样 所以广电也想借助5G的牌照 来给自己的产品重新定位 那么也想借着5G 不是强占市场 我感觉是变失去市场 包括我们村子这些 以前因为用卫星锅盖 后来改用了数字电视了 广电给发一个电视盒了 对吧 能收100多个台了 那么近些年 它这个盒又可以半宽带了 因为网速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要退了 它这个宽带了 至少我们村有一些 不想用了 想换连通的 至少在我们这里连通是最好的 移动有个无限宽带 我们村子原本也有一些 现在用的也很少 还是不好 不如连通的 那么所以广电 至少从基层来看 城市里我不是很了解 但从基层来看 它如果保住市场 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了 那么而且广电呢 首先它要发展 用移动网络 传输4K电视信号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什么 其实广电之前 三网合一有这个思路了 就是 我们这个电视台吧 可能要APP化了 以前啊 这个数字电视吧 说这个搞个基顶盒 等等 这个东西可能要给你取消 或者说这个基顶盒 越来越小型化啊 基顶盒路由气化 把这个基顶盒吧 路由气化 那么以后呢 我们中国广电系统下的 这些电视台了 广播了 它可能会聚拢在一个APP下 那么目前啊 你像这个广播台啊 在倾听FM了 或者墨儿FM了 等等这些FM啊 很多的广播台 都在上面播 那么以后广电可能 会把这个资源集中起来啊 那么集中到一个APP下 然后用自己的5G的网络传输方式吧 然后啊 通过优化啊 自己的这个网络传输吧 那么改变目前三万和一 尤其是这个网络宽带啊 比较鸡肋的方式了啊 让广电的这个网络宽带啊 能够和联通啊 和移动等等吧 有一定的竞争性啊 那么让自己的产品啊 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的闭环 但是在这个闭环之上呢 又有更大的开放了 大概这么一种模式吧 我个人是认为的 这个广电啊 首先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对吧 你像它大概七点布局吧 譬如这个三四五了 无非就是在这个城市小区啊 把它的基站啊 继续优化 那么完善这个传输啊 等等吧 但是啊 这个城市小区的基站啊 基本被翻大运营商都抢占光了 那么广站要想发力很难啊 但是广站也有一个优势了 还是前面说的吧 那么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了啊 因为之前的数字电视信号的传播 那么广电还是有很大的一批用户群的啊 那么目前啊 广电最大的问题 依旧是它这个网络传输上啊 或者说是它这个网络上 太慢啊 在一个它之前那些APP啊 不是很智能化 用起来很繁琐 不是很人性化 那么如果它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话 那么还有第三个啊 就是和这个联通移动等等 这三大运营商啊 能够啊 更好的融合的话 那么彼此能够更好的对接的话 那么广电也会成为这三大运营商之外啊 另外一个很大的网络运营商的 但是啊 这是最好的前景的估量了 因为啊 摆在广电面前的这个问题吧 或者限制也很大了啊 一个就是它比较老嘛 比较传统嘛 这个老员工也很多了啊 还有这个制度性的问题等等吧 就看啊 这个广电也好 或者国家也好吧 能够下多大的决心改革 能够啊 使出多大的力气了 那好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哎呀 这个晚了 太阳落山了 感觉这个光线好很多呀 我还要 хочет Chinese蟴 developer 对我 出现我哪些东西 觉得黄迹 破eta 感谢观看